太原的特产有山西老陈醋、浸瓷大米、太古饼、六味斋酱肉、沙金红杏等。 山西老陈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,已有三千余年的历史,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誉,色泽成酱红色,有光泽,以食而绵酸,口感醇厚,滋味柔和,酸甜适口,鱼香绵长享誉中外。 太原浸瓷镇是山西最大的水稻生产基地,由北国江南的美誉,所产的浸瓷大米和天津小站大米同被列为华北名产,米的颗粒长,个头大,外形晶莹饱满,煮熟后颗粒分明,吃到嘴里香甜有韧性。 太古饼是太原的传统特产名吃,因产于太古县德明,当地俗称干饼、烧饼。 始于清代,具有甜而不腻、酥而不碎、味美鲜香等特点,是晋商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。 六味斋是太原的一家百年老字号,其所产的酱肘子曾经是清朝的御前贡品,具有瘦而不柴、肥而不腻的特点,除了酱肘子外,还有酱肉、酱肘花、杂拌、香肠、蛋卷等品种。 沙金红杏是太原清席县的特产,种植历史已经有1200多年,杏子个头大,形状成圆形,和小皮薄肉厚,甜酸适口,果肉致蜜,是山西的三大名杏之首。